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港湾播报 我是实际主播Jennifer 你不会想到在加拿大 加拿大人在国外进行恐怖活动后有返回权 即一名在国外从事恐怖活动的加拿大人 政府也必须帮助他们返回加拿大 即使这些人可能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 构成重大威胁 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据点逐渐崩溃 加拿大当局允许曾前往叙利亚效力IS的加拿大人回国 将由政府内部一个叫做高风险回归者跨部门特别工作组 与皇家骑警、国家安全联合行动中心等一起合作处理 但对其恐怖活动的调查及定罪仍存在不少困难 Global News曾报导过一位参与ISIS的加拿大籍男子 这位男子曾在纽约时报的一个音频节目中承认参与过叙利亚处决 杀害过抵抗ISIS的男子 这样一位沾染着他人鲜血的前恐怖分子 在接受Global News采访时却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人 现在他跟所有回到加拿大的前恐怖分子一样 自由自在地活着 没有受到任何刑事指控 他们回来后 安全部门想要起诉他们还比登天还难 皇家骑警还要证据去证明他们在海外冲突地区的犯罪活动 或者依赖合作伙伴提供的信息 但这些信息却又无权在法庭上披露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竟然会发言 欢迎ISIS恐怖分子进入加拿大 去年12月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接受CTV采访的时候 竟然表示 加拿大欢迎随时想要回到自己国家的极端分子 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还记得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曾经说过 一个人一旦进去了战区 一旦已经积极参与到恐怖主义有关的活动中过 再想要改邪归正 简直是异想天开 然而机械各方指责的特鲁多还是坚持认为 能够回到自己家园的极端分子 还是有机会被改造的 加拿大对恐怖分子的人词简直令人愤怒 要知道在英国 已加入ISIS的公民国籍会被取消 参与ISIS后还想返回英国 简直是妄想 据Global News报道 加拿大政府预计 共有190名极端分子活跃在海外 大部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其中大约60人已经返回 政府预计下一批会在一至三个月后返回加拿大 除了恐怖分子 4月份涌进加拿大寻求庇护的难民激增30% 高达2560人 5月10日安省北部小城Huntsville Forrester 北湾的11号高速沿线城市Grevenhurst和Brice Bridge的市政办公室 陆续收到一封字称为伊斯兰革命的恐吓信 恐吓信中 伊格军威胁要摧毁从多伦多到北湾所有的湖滨沙滩 因为他们说看不惯 异教徒允许你们的女人在沙滩上光着身子玩耍 不知廉耻 所以就要你们没沙滩可玩 此外 他们还要摧毁加拿大的旅游业 危害加拿大民众 让火车出轨 在水中下毒 制造森林大火 看起来有些像小学生显出的中二病宣言 但令人恐惧的是 信中所指的地区在4月下旬开始 就开始接到发现有害呜呜的报告 目前 马斯科卡已经关闭了两个沙滩 防止伊格军投毒 随后5月11日 美国政府向在家国的侨民发布恐袭警告 提醒他们保持警惕 提防针对美国国民的恐怖袭击 美国驻多伦多 温哥华 蒙特利尔 魁北克城 哈利法克斯 沃泰华的大使均发出恐袭警告 一边是疯狂涌进的难民和加拿大恐怖分子 另一边是加拿大日益严峻的恐怖袭击威胁 加拿大的明天是万里阳光还是乌云密布 我们无法预测 一名约22个月大的南童 于昨日中午时分在列治文市史蒂夫斯敦社区坠楼 送往音乐救治 伤势严重 邻居称 坠楼南童是华裔 现场为一列三层高的城市屋 据报道 南童从三楼的一扇窗户坠楼 并掉落在车房外的地面上 列治文皇家骑警发言人黄寒青相信 温暖的天气为肇事原因之一 皇家骑警昨日在中午12点半左右接曝 有幼童坠楼 并赶赴到列治文凤凰道12000号 屋段附近的一个三层高单位 幼童在发生意外后 立刻被送往医院治理 情况严重 发言人黄寒青表示 相信南童是从三层高的窗户 推开砂窗坠楼 但肇事原因仍然在调查之中 他又指出 近日天气温暖是世界发生的原因之一 家人或因气温飙升而打开窗户 让空气流动 幼童爬到窗边并跌出窗外 现场所见 列治文道12000号附近 只有Westwater Village的城市屋 为三层结构的建筑 而当中的一个城市屋单位外墙 有砂窗挂在一楼车房的盐棚上 盐棚水溅的结构也有明显的损毁 而楼房的三楼窗户是半开的 怀疑幼童是推开砂窗 从三楼的窗户掉落到盐棚上 继而跌落在车房外的地面上 住在附近的居民接受采访时表示 昨日下午得知有邻居的幼童坠楼 而发生意外的一家人为华人 经常看见他们出入 为不太认识他们 根据卑士紧急医疗服务的资料显示 此为今年第四宗需致电911紧急服务的 幼童坠楼事件 上星期在Lan里发生的幼童坠楼案件中 幼童当时掉落在屋外的草丛 因而伤势并无大碍 但今次发生坠楼案的城市屋外 并无草丛或其他预冲击力的结构 怀疑幼童在坠楼时 先撞上了以金属边缘制造的盐棚水件 再跌落地面 由于幼童年纪较小 身体脆弱 未能抵御跌落时的冲击力 伤势严重 卑士儿童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辛格表示 幼童会因为天生的好奇心 而探索家中的不同地方 而他们通常在能够行走之前 都是以爬行为主 因此 幼童容易爬到窗台附近 一些较为危险的地方 黄寒清呼吁家长们 必须要长期留意家中幼童 并小心检查家中的纱窗和门纱 因为这些装置的结构 可能比想象中不牢固 幼童有机会推开其纱窗制 并发生意外 有专家指出 纱窗并无任何承托幼童体重的能力 家长们可考虑加装其他装置 防止惨案发生 又建议家长可安装 可被调校宽度的窗索 限制窗户只能以手掌的宽度 做有限度开启 甚至安装电子系统 在窗户被无故开启的时候 通知家长 家长也可考虑将沙发 或其他可能被幼童攀爬的家具 移离窗边 避免幼童接近窗户或窗台 如非需要使用 阳台尽量少放可被幼童攀爬的家具 避免幼童攀爬越过阳台的围栏 多伦多中城区一名补习社 华裔老师涉嫌性侵犯15岁女学生 被警方拘捕 多伦多警队表示 疑犯受雇于申卡拉东路44号的 牛津学习中心 今年以来 一名15岁女生参加这个中心的课外补习课 疑犯担任学生的补习老师 在这期间 疑犯通过发短信和其他社交网站 与女生建立联系 骗取女生信任 后来 他利用与女生见面的机会 在多个场合性侵女生 多伦多警队5月1日拘捕了这名疑犯 现呼吁知情者提供更多的线索 多伦多警队青少年中心探长Greg Payne谈到 疑犯从2005年以来受雇于多个教育机构 担任补习老师 在这宗案件中 疑犯利用替受害女生辅导课为名 通过手机发送短信和在脸书 Instagram等生交网络平台 与受害人多次聊天 骗取受害人的信任 从而约会和受害人单独见面 实施性侵犯 根据牛津学习中心的有关规定 严格禁止老师与学生 在补习社以外会面 该学习中心开设放学后补习课程 和周末补习课程 以辅导高中学生和大学生为主 中心一名借贷老师昨日表示 中心聘请的补习老师来自各族裔 都具有教学资格 学生来自周边各个中小学校 警方于5月1日拘捕了疑犯 他是现年30岁的多伦多男子余悦 被警方指控性侵犯和性干扰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两项罪名 将于5月31日出庭应讯 在加拿大BC省北部 上个周末在和平岛省立公园露营的一枚男子半夜醒来 发现一头黑熊已经半个身子进了帐篷里 正对着他闻来闻去 男子吓了一跳 马上大喊大叫 赶走了黑熊 但过了两个小时 黑熊又转了回来 该男子不得不再次大喊大叫 把他赶走 露营男子向野生动物部门进行了报告 当天晚些时候 保护人员通过设置罗网捕捉了这头黑熊 并对他处于安乐死 保护人员说 这个地区熊并不罕见 但熊进到人的帐篷里 显示出这只熊很大胆 太习惯有人的地方了 所以必须处死 2015年 一名27岁男子在与未婚妻一起露营时 被一头黑熊拖走并丧生 2009年 两名男子在帐篷里睡觉时 受到一头灰熊袭击 他们都受了轻伤 魁省一个父亲推着婴儿车 走在住宅区的街道上 被警员开了一张48元告票 该父亲对此感到惊讶 不过原来在魁省 走在马路而非人行路上属于违反公路安全法 警员有权开罚单 满地可郊区居民科恩称 当警员告诉他在街道上走路违反了法力 他最初感到惊讶 问警员是否在跟他开玩笑 警员答道绝对不是 接着他就收到了一张48元告票 柯恩表示 行人路面凹凸不平 在上面推着婴儿车 女儿会感到不舒服 行人路旁边的街道则平坦得多 女儿坐在婴儿车上也比较容易入睡 因此他经常这样做 柯恩继续说道 原先他想就该张告票提出异议 后来知道确实有这条法力 律师萨顿指出 警员可酌轻处理 不过以在街上推着婴儿车的情况来说 试涉公众安全 柯恩称 他平日也接到许多行人和跑步者跟他一样 CTV电视台访问了数个行人 军职开罚单实在荒谬 也有居民表示 有驾驶者投诉行人在街道上走路非常危险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加拿大知名的大麻公司Aurora Cannabis 宣布斥资32亿加元 购买药用大麻公司Med Relief 这两个加拿大大麻公司合并后 市值将超过70亿加元 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麻公司 本月早些时候已经有传言说Aurora Cannabis 在和Med Relief讨论合并事宜 但这两个大麻公司都说只是谈谈而已 没有什么会很快发生的事情 结果是5月14日 星期一双方就宣布了合并决定 在收购Med Relief公司之前 Aurora Cannabis公司市值45亿加元 Med Relief是专注于医药用值大麻和销售的公司 而Aurora Cannabis的快速增长 主要是靠并购其他大麻种植和销售领域的公司 Aurora Cannabis和Med Relief大麻公司合并的决议 还需要经过双方董事会的批准 合并后 这一世界最大的大麻种植和营销公司 在加拿大有9个大麻种植场 在丹麦有2个 大麻年产量可达到57万公斤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港湾播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即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被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